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请合赞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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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 好 我们接着上次 我们上次谈到那个 第二十一页 二十一页我们讲到说 如来有没有得 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如来有所说法也 哪其菩提言 如我解我所说意 无有定法 明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二十一页的尾巴 亦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我还是因为有一些是刚来 我们在这里有一些观念 还是要稍微补充一下 这样的观念 金刚经这个道理 非我们轻易可以懂 所以这里才有讲说 经过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乃是无量佛 百千亿佛 来以后才能对这个道理亲手 那我们一直在一个观念 我们众生有烦恼 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烦恼 这一般我们不容易去体会这个 因为我们处在同样的环境 这个是很细微的法 这个是很细微的 我们即使我们就像我们在梦里面 我们无法了解梦是真假 在梦里面 那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大迷梦当中 不但是你如此 连别人跟你一样 所以你不容易 跳开这个 你无法去比较真假 为什么 大家都假 所以昨天我在一个佛学院上课 我也常举这个例子 有时候人家讲说 你不大正常 我们比较正常 那其实正常是什么 就是错的一样的叫正常 错一样叫正常 因为什么 众生都在迷惘颠倒中 这个道理一般人不大容易懂到这个道理 怎么讲 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境界 其实没有一个离开你主观的心 你如此 我如此 众生的业力如此 所以我们很难去比诸说 你看 你也如此 我也如此 怎么可能错呢 是不是 我们经常会买药 这个药怎么可能是假的 他吃有效 我有效 大家有效 那一定大家有效的 一定有效 是吗 这一般来讲 我们会拿别人来参考 但有时候是大家中毒 你中毒 我中毒 大家中毒的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像之前的奶粉 那不是吗 你不能用量 那尤其是佛法 我们众生很难真正去觉醒到真正的轮回原因 这个生命的到底真相是什么 我在这里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问题啊 因为大家都有缘 我们今天也讲了几次 一直在提醒这个问题 我们不是简单的一个宗教信仰而已 我们宋金刚经不是在满足一个宗教信仰上的一种皈依感而已 其实整个金刚经的用意就是觉悟 它是用你觉悟的 那当你能了解金刚经的核心道理 不一定是整 不一定整部经文 你不一定要背起这个经文 好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把梦境弄的 梦境的每一块都弄到很分析很清楚 你才要醒来 你只要中间知道一样是假的 所以假的就是说 我不管梦中的桌子椅子是真的 我只要知道梦就是假 我只要醒来 我只要得它的意思就好了 所以金刚经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就是一种智慧 那我们在听闻金刚经要求能起这个智慧 就是这里面我们刚才有宋金刚经的功德很大很大 对不对 用种种和河沙 用和河沙的脾翼乃至他说算术脾翼 就是算术脾翼的意思就是用所有数字可以描述的脾翼词 都无法去比他的功德 为什么他用这样的 几乎有点像夸大的语字 就是说你做了那么大的功德 都用所有语言都无法去比你我读金刚经的功德 所以有吗 我把世间所有都奉献出来 这功德很大 他说很大 但大你都无法去比那个诵经功德 我们有时候都很难去理解这个道理 其实为什么他功德大 学啊 觉悟啊 所以我们现在经典这样一直讲 我们也不用怕从目讲 我们只怕不懂 你也不要以为你读金读很多 只要你迷就叫迷 你就在梦中读了三藏十二路经 迷就是迷 这跟你读多少经有关 所以我们务必要去理解这个经典所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不管他时间多长 不管这个经典的文字多少 只要你能体会到 就是只要四句句 只要中间的一句 你真的醒来了 所以重点不在文字 重点不在量 重点在有没有语 就是我们 这个金刚性的 只要教学的意义 我们这里面谈的时候 我们之前谈就是说 他用很多的语言 如来有没有得 如来有没有得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有没有得无上正等正觉 那再过来说 如来有没有说法 那这个虚菩提他说 如我所理解的我所说的道理 我无有定法 名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没有定法 叫做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说 如果我证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证无上正等正觉 是什么 是有一个无上正等正觉让我去证得 他说没有定法 所以如来的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有没有能证者 有没有所证者 没有 他没有所证没有能证 那如来为什么叫做得阿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个我们一直在往后提的就是 无上正等正觉 所觉 觉什么 觉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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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相 如果我证 你看 这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我证得的是无相 那我证得的无相 如果无相当中安利一个能证得相 其实是不是背离无相 刚好背离 那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谈这个道理啊 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简单的 我们把我们的身心做实际的观察 其实佛法要的就是觉悟 我刚才讲过了 金当金的意思 波的就是一种智慧 它并不是创造另外一个想象的事件 它就是用智慧看清楚世间真相 不但是世间包括生命 包括所有一切的真相 其实佛法的意义在这里 解脱就在这里 解脱也是在这里 因为 为什么我们不解脱 因为你颠倒 我一直在重复一个观念 没有人让你轮回 是颠倒你的妄想 你自己编造出来的一个虚假事件 包括你我 我处在一个工业当中 你的看法跟我一样 我的看法跟你一样 所以你的看法加强我的肯定 这个对看法的肯定 我对世间的肯定 也加强了你对世间的肯定 这叫贡业 所以在这种工业当中 我们以既有的分别 然后创造更多对世间的其他的文化价值 其他的分别 我们就在这种累积不断更多的颠倒 我们从来没有醒过 而且是越来越强 继续轮回 也就是说 你看我常举例 梦中是不是还有情节 梦中有情节 对不对 你做梦做个半小时 每一插浪都没停过 还创造了很多时间 空间 人物背景 而且是情节 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着绵绵绵绵绵的 都如真 是 梦中的人跟你对应 梦中的境增加你主观者的认识 其实梦中有没有主客观的两个人 没有 但你就会觉得说 有一个主客观的人 他的观念 他的价值 他的动作 身口意 影响我梦中的主角 梦中的主角跟梦中的配角在动的时候 创造了很多的情节 每一个情节绵绵秘密 都没有一丝可以让你找出 这中间有一丝是假的 但其实哪个是假的 不哪个是真的 我告诉你 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是真的 所以我们不是后面念吗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营 他是用语语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我们就是因为梦幻泡营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照演 所以因此要断生死 不是像我们这样 一直所谓的应用很多的宗教仪式 不是 那个没办法 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仪式 我们做这个仪式 如果要说他有用 就是他帮助你的一分觉 帮助你的一部分的觉悟 那这里面开展了很多教学的意义 你没办法彻底觉 那我就减少你的愚痴 我以及我放纵我的身心追求事件 我不如现在安排的一个 就好像小孩子玩刀 我就拿玩具让他玩 玩具也是执着 但比玩刀好 那当了玩刀以后 我再来跟他拿铅笔给他 也就是说从重烦恼减为轻烦恼 从轻烦恼到无烦恼 所以整个佛法的教学 意义在这里 但假如我们在这个修学当中 没有几分的觉悟 其实宗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迷失 它会帮助你 你会再执着 你可以得到一时的安定 所以有时候在佛法谈感应的时候 真正感应在哪里 我们有时候很在乎宗教的一些感应 但这个感应就像鸦片 你以感应入手 要不是借着这种感应提升你的觉悟 而是一直以感应作为你信仰的皈依处 到最后你会因为感应而迷失 有感应我学 没感应难道你就会离开 所以真正的修学佛法 他根本不会退失 因为他不是追求表象的感应 他追求的是智慧的感应 就是说我本来愚痴 但我现在觉悟 本来我对世间错看 所以我会因为错看而追逐他 我现在因为了解他的真相 所以我做了适当的选择 因为我看清楚 所以我会有清净的深口意 懂吗 我们都一直 我们造业是用深口意 是不是 造业深口意 深口意是工具 所以我们也一直讲说 要清净我们的深口意 但问题 你基本上从一开始就认错世间 你再怎么做 也无法真正清净 当你看清楚的时候 由这个清净的智慧所发动出来的深口意 是不是就清净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就是这个 那告诉你说 我们要觉悟什么 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觉什么 他说无有定法 不但世间无有定法 连最高究竟的无上正等正觉 都无定法 假如有机会 这种观念跟龙树菩萨的宗文都谈一样 什么定法 定法就是有实质不变的东西 那实质不变的东西有没有 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流转在这里 为什么执着 就是你以为有真有一物真实物 真实有字体的东西在哪里 那因为一旦肯定它为真实 你的心就会被绑着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有些东西 如果它是一个虚幻的 你会用一个 比如说你看电视假的 我们看一个编造的故事 和看一个真故事心情是否不一样 是不一样 那如果现场看和看电视也不一样 因为电视再怎么真故事 也是一个影像而已 现场不一样 也就是说当你开始认定 知道它的真假的时候 你的心情跟它的关系是不一样 如果你知道所有的境界 无非是颠倒妄想所成的时候 你对这个东西的肯定会不一样 你也比较不会随它转 知道吧 所以我们在整个佛法的教学 其实就是告诉你的 我们看是好像有很多佛法教学 那是修行的方法 其实最终它无愧是要你觉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学 学了很多年 但依然有时候更妙的来 本来在世间还很聪明 学活因为有宗教信仰 比之前更笨 你信不信 我经常讲说有人学活越学越笨 为什么 因为他太多的宗教的观念 让他不敢用他的理性判断 世间人很聪明 但还看不清楚 因为他把很多世间事都看成真的 真的有那个东西 有实质意义 因为对他产生既有实质 而且可追取的意义的时候 人的心就开始被绑着 开始随他转 结果我们进入宗教以后 竟然是用一个态度 就火定世间 那这个火定是什么态度火定 你知道吗 就是认为他真的但不值得 你注意 我们现在学活的 他是真的但不值得 其实是个含义 有这样蛇有没有真的蛇 没有 因为他其实是假的 但你当他真的只是不值得 你的蛇其实是提着的 我不常讲说 我们今天如果是站肯定右边 要火定左边的时候 我们肯定右边要火定左边 请问你能不能把左边拿掉 不能啊 你虽然肯定右边要火定左边 但为了满足你的火定左边 你的左边要留着 才会有右边 你为了满足你的肯定右边 你为了满足你的肯定右边 左边要留着才会有右边 你要火定左边也要火定 有左边在你才能火定 你知道 执着是执着 讨厌也是执着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有时候 世间不可爱 所以我们丢掉他 那所以说 因为我们入佛门 佛门很可爱 对不对 那佛可爱 结果到最后 你跟原来也没差别 之前还会因为利害关系 自己还脑筋动得很清楚 那现在只是因为宗教的一个认知 把所有理性都把它挡住 所以很多人学佛以后就变笨了 因为他并没有真下放下世间 他只是本来爱 现在叫恨 这样而已 那佛教本来是要你觉 结果就产生爱 知道吧 照理讲我们放下世间 是严格来讲 真正放下世间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他实在不值得 而是他实在不实在 他实际上是不实在 我之前所爱 其实不实在 那我不实在有没有需要去恨 不需要 那我入佛门要不要去爱 如果入佛门还爱 那跟在世间爱还不差不多 所以佛门之所以亲近是增长智慧的 入佛教不要你爱哦 是要你觉 所有的修行的解脱自在喜乐 都来是以看清楚放下 而不是改变另外一个执着形态 当然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 需要见次上来 但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讲到金刚经 就表示我们有一定的程度 我们现在谈的是佛法圣圣意 就是最核心的根本精神 这是要尽量尽 所以 虽然不容易懂 但也不能扭曲它 好那我们现在要来谈的是说 这个我们进的佛门 其实是慢慢依着佛法给你的规划 佛头给你的指导 他不是在一个舍掉其他的执着 从佛法的修学上当中 另外产生对佛教的执着 不是 你到最后之所以真正会感恩佛 绝对不是佛让你爱 绝对不是 也不是因为修学佛法 又产生了很多世间的感应 所以你很爱佛头 这个都不是佛告诉你 因为佛今天已经跟你讲了 一切有违法 一切包括修行的任何感应 有违法如梦幻保语 应做如是观 既然是应做如是观 包括佛法 包括世间法 包括佛法 都要同一个的态度来看 我们现在是学一个智慧 看一切法 所以你看 在中路我最近这两天才讲一评 包括如来评 包括世地评 我们现在经常 我们会讲 世间苦跟疾不可爱 对不对 那有没有命跟道 苦疾苦是苦果嘛 疾是苦因嘛 那我们就讲 哎呀世间好苦啊 苦空无常 那修行快不快乐 修行好不好解脱 世间都是假的 那觉得佛法真的吗 可是我们经常诵信经 他讲什么 无苦疾 灭道 灭道 连灭道都包含 那无苦疾灭道 因为你既然讲一切法空 那苦疾空 灭道也空 知灭道一空 苦疾空灭道一空 才是真灭道 才是真佛法 赐佛法 非佛法 方明为佛法 你既然得要得无上正等正觉 绝一切法都是因言所生 结果你在绝一切法都因言所生的时候 竟然生出有一个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那不是一切皆空减一 因为有一个有 那请问只要有个有 是不是什么都有了 因为只生彼生 若有这个东西为石油 其他东西就为有 那变成本来要放下的全部又提回来 你不要以为我执着一点点 在佛法里面 你看我举一个例子 你梦中里面执着很多东西 梦中你很淡泊执着一点点 请问你的梦难道尺寸有稍微小一点吗 你有没有听到 我梦中做了一个很大的烦恼 执着很多 我梦中做一个很清淡的梦 我只是执着一块钱 我梦中做一个梦执着一千万 请问梦中的尺寸有没有稍微小一点 因为我那个是用十二寸的 那做那个一千万的做两二十寸的 电视不是大小寸对不对 我告诉你 即便你以为执着一点点 都是全片的无名在帮你那一子执着的起来 所以佛法你看 彻头彻尾 用同一个态度 一切罢接不可得 即便是佛所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也是无有定法 定法就是真实的 有个实在 那所谓真实 那我们是不是走虚妄了 什么都没有 不是 能了解一切法 无有定法 方明为真实智慧 这是真实智慧 不是用执着的 是以智慧之 这还叫做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觉到这个 像我们现在不是在教界里面 经常有些人说 他有没有正 他有所正 这根经常性都背离了 因无违法 一切圣贤都是因为无违法而有差别的 我们可能会讲一道 其实是从极灭的看清楚真相才分果位的 而不是从得 是从观照 一切法 无自信处分出 谁观照的 越多 是放下执着的 越多的人 才果位不同 而不是有所得来分高低 是以无所得来分高低 不是以有违法来分高低 是以无违法来分高低 是以放下多少来论高低 不是以取得多少分高低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很多人学活了很多年 依然都一直以强调感应来抉择 到底该怎么学 结果这是错的 所以为了因为众生希望有所得 所以宗教乱象也都会从有所得处去彰显功德多大 以迷惑人心 不是吗 所以我举一个例子 那你知道这个意思就会产生很多修行意义的 比如我们现在要用功 那用功的话 我们现在 有的人要很多条件 我好好用功 那个也不行 要这个 不要那个 想了很多 所以我这样来用功 那因此有人讲说 啊 你好好用功 因为有人要共用功总能要来护持 那有人就说 我来护持 那我没办法用功 那我牺牲 让你们用功 请问谁用功 当我不了解佛法 一直抱着我 希望盘起腿 希望有什么好环境 我来修 但什么都是我 我的 我要这样修 结果那一个没在修的时候 我不要我 我都成就你 结果 那一个懂得不要执着自我定法的 反而是在修 当我觉得说我正德 我正德我功德很大的时候 其实这个人是越想越想 但一个人说 无所得 乃至说 当面对到种种的五路跟逆境 他觉得 亦无我 承受五路 我能 以对自我世间的爱着 从以智慧观察 放下执着 不管我陷高向尊 高向低向 尊向悲向 好向坏向 一切向我知 皆因言妄想所成 你说谁会修 可是问题现在 众生因为有所值 你会得现某种相 越讲越顺应他的价值观 他也能趋向那边 所以我们要活教要心 也要看 活教心 要有法 还要有一群懂的佛法 或者我们会形成一个颠倒的潮流 往有为处 有为向 去跑 结果你执着 大家形成一个不好的风景 所以我们现在要的学会是什么 用最质朴的心 用最冷静的心 看你执着在哪里 为何执着 他为何值得你执着 你真的认为他可执着 用理性的心去看 我上次讲说 你不要执 不要先火定他 因为你这种火定 就算说 你现在听人家讲 不要执着 告诉你 没用的 勉强挡住而已 因为在内心里面 基本上你还是肯定他的 那我要讲说 我不是要鼓励你顺着执着 我是鼓励你怎么样 看清楚 执着的因缘 唯有看清楚 你才能跳出执着 你才能跳出 所以 我们现在的学会 就是在一些应该做为 他领济我们的福德之良 包括我们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出波 为什么要出波 不是为事情 我们讲的福德 包括我们做很多事情的福德 不要往事情上一直论这个福德 其实除了这个外在的福德 其实除了这个外在的福德之外 你在不断的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对自我烦恼的对峙 是有功用的 从去掉谈 从降服烦恼 从降服你的冲动跟执着 这个福德在这里产生出来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心还没稳定的时候 让他先出事 把他的烦恼脾气个性琢磨的比较柔软的时候 才为他讲圣圣法 不然他都上前那个奔奔跳跳的 烦恼那么重 你跟他讲戏法难修 戏法难修 好 现在我们必须要学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点慧言 这个慧言从经典从智慧上来 到底佛法学火所为何来 不是增加更多的负担 就是世间抛开的抛没开 结果佛法里面的更加深重的负担 为什么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我们所有的修学 都是在这个学习当中 增上了我们的智慧 从这里把我们的快点放下来的 所以我才在讲说 假如你学我一二十年三四十年 还很少有庆安 我鼓励你 你先静下来 重新定位 你到底学什么样的负 其实金刚经就是一直在鼓励这个东西 没有定法 明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方便说 此为无 才是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绝什么 绝无一法可得 所以当我绝无一法可得的时候 上有一法可得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原本真的正的 没有 所以你看 新经也讲 无字亦无的 也是讲这个 那我们要讲说 无有定法 明阿尿多罗三号三菩提 亦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佛说无定法可说 那为什么要说这个法 一本 你以后 我相信 假如你自己有足够的智慧 我相信你都会有一个经验 这个经验就是说 即使事情不是如此 但很难去表达那个意见 我只好方便说 包括我们现在要表达出来的东西 有没有真正 完全把你心境都讲出来 没有 是不是 没办 我们说的东西啊 是不得不把它框架起来的 尤其是当一个法 它一直在流动 在无常 你怎么去把它框起来 所以我们要讲说 有没有定法 包括我们现在讲 包括我们在理解很多佛法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方便施舍 施舍就是方便假定 包括佛法在讲五蕴的时候 佛都是施舍 有没有真五蕴 没有 但佛依众生的烦恼性 施舍五蕴 但施舍五蕴的用意在哪里 给你接地 注意哦 我们众生是在众颠倒里面 那在这个颠倒里面啊 我总是要引导你去看 看清楚你的心是怎么样的补偿 因为在我们没有冷静下来 我们的烦恼 这都很细微的 以后有机会我们要多学习 以后你会学到这个 很重要的观察的技巧 我们的身心绵绵绵绵绵 充满众多妄想 这里面其实都是 互相支撑出来的假象 但你不知道 好 不知道那怎么办 我明明就像梦中 我还是用梦中 梦中很多东西都在这里 编排了一个梦境 但梦境里面 因为你正在梦嘛 你执着为真嘛 我跟你讲假 你也会执着真 因为你还在做梦嘛 是不是 我叫你放下你也放不假 老实讲 我一直在强调 叫你放下你是放不假的 为什么 表面上你可以认为它是假的 但背后生成你是真的 就像我刚才讲 这个我很讨厌 所以我不喜欢它 好 在情绪上你是讨厌的 在内心上你是执着它的 为什么 你执着它为何讨厌下 我去讨厌 所以在情绪上我是讨厌 在内心上是先肯定它为友 是肯定这个劲 肯定这个劲是先执着它为友 所以我们有时候认为说我们不喜欢 其实背后是先肯定它有 这个肯定不是情绪上的喜欢 而是先认定它 其实对 换句话叫对境界的执着 对境界的执着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在这种境界里面 贪嗔痴 我们找不到空洞可以出来 那佛法必须要怎么样 给你方便 给你看清楚 所以佛法讲了很多的明相 这个明相的用意是干什么 不是增加你的负担 我们现在很多人学我 学了很多经教 其实增加有负担 我们要这个明相 是角度 本来我们内心里面 五蕴是颠倒相 没有真五蕴 因为清清讲 照见五蕴皆空 因为五蕴本来空 是众生起颠倒才有五蕴相 才有色 受 想 心 死 但我现在没办法观察 所以佛就众一众生的形象 立五个角度 五个内行 让你解释我们色有哪些问题 受有哪些问题 有哪些想状 给你安排 好 游了幼蕴你就开始观察 我的内心起性动念 就是这个色 色 想 心 死 我慢慢观察 观察到什么 我给你角度观察 那我就开始挖掘分析了 才发觉到说 原来无色 受 想 心 死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佛建立五蕴是要帮助你破五蕴 帮助你看到你的身心好像真的 但你现在冷静下来都是相依靠的 你有一个稳定的 你有一个稳定的 所以佛说法有没有真法 法是因众生分别 众生颠倒 就像我常讲的 小孩子执着圣诞老人 所以因为他既然执着圣诞老人 那我就用圣诞老人的故事来教育小孩子 让这个阶段的小孩子 可以依圣诞老人的故事成熟 培养好 培养感恩 培养布施 培养怎么样 但我讲圣诞老人的时候 我有没有定法圣诞老人 但为什么要讲圣诞老人 因为小孩子执着圣诞老人 众生执着五蕴 众生不知五蕴但执着五蕴 那我就为他假设五蕴 虽然是假设也不是完全虚妄 是完全配合众生的颠倒 众生有这样颠倒 就像我之前不是有没有跟大家提过 有人来做那个 做那个什么心理护导 那有一个女孩子 她的执着有鬼 有鬼 她经常看到一个女鬼 那就跑到那个医师 那个医师就 就说 嗯 我们来看看 就叫那个女孩子 就说你静下来 这个医师也静下来 我们来想那个鬼 结果说 哎呦真的有鬼 那个鬼啊 穿红色的对不对 那个对对对对 长什么样子 因为他 这个医生 试着顺着他的思想 也建立那个影像 结果这个医生在度这个人 不是跟这个人直接讲 是透过那个鬼来沟通的 哦 那个鬼是不是对你很凶 是哦 他是不是要打你 是啊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讲 你跟他道歉 不要 你跟他道歉一下 好 他就跟他道歉 你看他道歉了 是不是笑了 对 你再跟他怎么样 哦 他终于放下你的执着 哦 你要感谢他 哦 感谢感谢 那完了 病好了 就这样 他的福岛号等都是这样 因为你跟他讲说 没鬼 他说你有问题 像这类似的问题啊 就是说他 你觉得好像小孩子在做梦生苦 你不能说他没有 你知道他没有 但你不能说他因言献起来的 不能说没有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 我们经常因为你知道没有 但对一个还在妄想的人 你不要轻忽他的苦恼 有时候我们会很残酷 对 没错 你知道 但对一个不知道的人 你说那个是假苦 他是真苦 他是真苦 但既然是真苦 你要感受他的苦怎么样 我不是讲说 小孩子睡觉的时候 做梦被水咬到 好苦啊 做梦好苦 当母亲的会怎么样 当母亲的知道小孩子的苦是假苦 但母亲会知道 小孩子处在梦境会真苦 苦在哪里 苦在他颠倒 那你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吧 菩萨你在喊苦的时候 他不会苦你的苦 他会苦你的颠倒苦 他知道其实没这个苦 但因为你颠倒 所以你很苦 你本来不需要执着他 可是一旦执着就会这个苦 所以菩萨很知道执着的颠倒苦 所以菩萨不会忽略众生的苦 菩萨很能感受 将心比心设想 如果执着的会多苦 爱别离 愿正会求不得 苦不苦 苦 但你争不争苦 不苦 不需要那么苦 所以菩萨度众生 众生含苦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他的苦 可是你不要跟他一起苦 所以之前我不是讲一个例子吗 有居士 因为他很苦 来到道场里面讲 我讲到 结果苦倒他的师父 哭得一塌糊涂 结果反而那个菩萨说 师父 我亲切公公的 因为我就不再说 对了 苦 不苦到他严重 不用哭 我就在那边看 我是向苦倒的 你去苦倒的 他讲的 因为他常讲嘛 他有空没空讲 讲到越来越活了 他在讲苦的时候 越来越活灵活现 然后讲到 结果被护倒他了 就跟着苦起来了 苦到最后 他因为他太熟了 他讲完就算了 就听了人不当算了 他当真的 就回头他跟他讲 师父不要伤心了 我讲讲就算了 真的他讲完就算了 结果听的人不没有算了 因为你自己都被迷 被弄假象蛋 所以苦倒人不懂 好 我现在知道 众生执着无印 但实无无印 但执着无印 会有哪些像 活就将心比心 射出很多佛法 但不是要你增加沉重 是从佛法当中 然后了解这个东西 我依你的心 比如说我现在小孩子 有执着圣诞老人 我先不破圣诞老人 但我利用圣诞老人 教育他的成熟心智 等他心智成熟的时候 他自己就把圣诞老人放下来 我不需要特别去破他 我不但不破他 我还利用他 但我利用他 并不是要增长 对圣诞老人的执着 其实目的还是要让他 心智成熟 所以佛法在讲定法的时候 没有定法 因为我所说的法 都是印你的分别心来的 我假施设出众多法 目的不是要增加更多的负担 是要你借着这种方便的明相概念 进步观察你内心的起伏 以便你知道 会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 我本来不知道 我的心有那么多变化 好 那我先来告诉你 所以修戒定 越来越清楚你的心理 到最后不但清楚 还看到什么 看到他的相一代的虚假心 知道了吗 这就是会 修戒 修定 修会 所以刚开始不会放 但学果人第一 慢慢会产生什么选项 不是放下 是了解自己 当你慢慢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就比较有能力放 如果连一开始都不了解 说放那是自我催眠的 所以我不是一直讲 有的人说 很简单 开大开支票 你就放下 有时候我们也没办法 你自己都没放下 你自己都没放下 你叫人家放下 是假的 好 所以佛菩萨会有很多的耐心 就是说 我不会一开始就叫你所有放下 因为那是做不到的 但我会以你现在智慧能理解到的 为你帮 帮助你建立观察的角度 只要你多看一分真实 你就少一分虚妄 少一分不必要的苦 其实就少一分不必要的苦 因为本来就没苦 因为无苦即灭到 懂吧 你只要再多看一点 就少一分苦 所以真正度化众生 不是用一个东西 好像用一个东西 我给你好你就不会苦 这个不是究竟 我保佑你 你没钱 我保佑你让你中乐透 请问 中乐透好吗 未必好 为什么 本来小执着有乐透变大执着 本来做坏事的人 因为有大笔钱 就会做大坏事 因为他有本钱 是不是 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你想 所以佛法一时度化你 但重要还是要你 由自身清静觉醒当中放下执着 所以说 我们看经典 好 这是不是金刚经 马上问你 这是不是金刚经 死有金刚经佛 如果你认为真有金刚经 那我就不知道你当才念 我们也讲 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刚念完这句话 你又讲说 这就是金刚经 火是用金刚经的文字 显无所得道理 所以说当你再了解金刚经的时候 你应该慢慢跟它相应 而不是说金刚经懂到最后 反而产生有所得 火有所说法 火就说 你说我有说法 半火 变成表示 我有我像 人像众生像 受者像 我有法像 对不对 有法像 亏法像 我自己在金刚经都讲 不要这样 可是你们听完了 结果都不一教奉行 是不是 我们没有一教奉行 所以我们要的是金刚经的智慧 不是停留在金刚经的文字 对初学者他不断送金刚经 对久学者他不是送 他是行 他是观 他是实践那个道理 你金刚经送了一千步 不如我现在放下 因为我放的是行这个金刚经 你念金刚经 你还有火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我为什么不现在以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如实观察 减少一分的火像 比你送一千步都攻得大 一万步都攻得大 因为你在送的时候 还带着火像 你没有如实观察 是不是 所以有的不送金 但切实依着金刚经走 但我们送金当中 要是有几分跟金刚经 亦相通 开始 比如说我不懂金刚经 我不懂金刚经 但我懂得从世间的 如梦幻泡影的角度看世间 然后放下对我的肯定 对人众生受者的肯定 其实 你就算不曾听过金刚经 但你也可以说你跟金刚经的因缘很深 应该是这个道理 好 所以 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因为这个道理啊 对我们很重要 这个道理 这个句话 我们经常在很多地方都会提到 所以 亦无有定法 如来可说 何以故 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不可说 叫他卖惨 我讲不可取不可说 并不是叫你说不要脸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先来 假如我不执着 我取又何吧 假如我执着 看似不取 其实也是取啊 懂吧 我可以跟小孩子玩游戏 但你不要以为我就是小孩子的心智 小孩子可以扮演像大人 不过心智就是小孩子 大人可以玩小孩子的游戏 但不表示大人的心智就是小孩子 差在哪里 绝跟你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不可说 为什么 因为如来说的就是一切法不可得 他怎么说晚还可取可说呢 所以应该要懂其 懂他的道理 所以我常讲说 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讲了很多 我常模拟啊 你放下 你就放下 你就放下吧 你比如说我现在 你身上有一个重担 你说啊 失误啊 很重呢 你就说 拿起来 放下 结果你很乖 好 我一觉放起你 拿起来 放下 我就跟他 你不要跟我念啊 你就拿起来放下 结果他也很乖 你不要跟我念啊 拿起来放下 然后到最后 你真笨耶 我叫你真的拿 结果他也很乖 你真笨耶 我叫你真的拿 放下 没办法 我不要你重复 我只要你拿起来放下 就不会动了 他就不拿了 他就是一直在跟我念啊 我告诉你 我们绝大部分学伙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就说 我必须 我不得不用世俗地 所以宗路里面 离开世俗地没有第一地 我必须为世间安利民相 可是你听懂之后就照着做 我跟你讲拿 拿 放你就放 你只要懂我的意思照做就好 你不要再跟我讲 拿着 拿啊 拿 挤身啊 拜托啊 你再这样这样下去 好在佛菩萨脾气很好 要是我度你 你都还没 你还没度成 我就又颠倒回来 我本来解脱 就因为度众生才颠倒的 因为我认识啊 说听不懂 说整半步 他就像是啪啪啪的 我受不了了 所以脾气就掉起来 像我们现在有时候 咬不定怎么把你整半步起来 所以叫人家说 无我像 你听懂 无我像 听到没有 自己无我像照出来 那受不了了 他就一直放不下 即使这个也是这样 实际上你要知道 佛法的意思 包括金刚经 不是光这样一直滚 而是你终于在金刚经里面 学着去观察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神像 假如在这个经典里面 经典造走 文字造走 声音造走 但慢慢放下我像人像 这就是真诵经 真诵经 你只要不取 只要不着 说何妨 你他说不可取不可说 不可取不可说是 我们强说 直取说 如果你不执着 说又何妨 我把故事当真 和我说故事 纯粹说故事好玩 那心情不一样 所以 皆不可取不可说 不要光一直在文字上解释 不要一直 我们已经够累了 你在创造很多名像 很辛苦的 对不对 你跟我讲四圣地 我要背四个 你讲十八正道 我还背八条 你讲十二阴眼 又多十二个 你跟我讲百八三妹 我还一百零八 你跟我讲百法名本 有一百条 假如我借着你这样讲 讲到最后 我是增加更多的负担 那我为什么不要 你不可取 你这样取其 你觉得依义不依余 那取他的意思啊 而且还要一个重要观念 听闻正法 如理思维 那试着法随法行 你千万不要以为 用你的脑袋思维 能得到那味道 也就是说 你身上有重担 你千万不能靠观想 说我的重担会放下来 其实最简单 重担拿出来放 你要法随法行 就是真的去做 你也唯有这样 你才对这个道理懂 你不能放下执着 没关系 但你试着去看执着在哪里 试着知道真正的执着 原因在哪里 多了一份观察 其实你就会多的 少了一份执着 这个用实际的心情去观察 去应对 才能慢慢理解这个过法 那如来所说法 皆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非非法 好 这个非法非非法的意思啊 这个在吴佐世青的讲法啊 他的解释这样啊 我照说啦 但我的看法是另外一个看法 我会有另外一个角度了 他讲非法是什么 非法者分别性 非非法者法无我故 这是吴佐菩萨讲的 所以非法是什么 就是等于是错误的 颠倒法 非非法变成法无我 就是法也没有 就是非非法 法无我 那如我是世青菩萨讲的 非法者一切法无体相故 就是非法 非非法者 必真如 吴我相 实有故 变成非非法是实有故 就是非法是否定的 非非法变成肯定的 那这个其实也可以解释这样 就是说 皆不可取 不可说非法 非非法 就是我们讲非法是 就是 非法 火定 十一法 非非法 那非非法就是 他这里讲说 法无我故 因为 法不可得 非法 其实我要讲的是 非法 非非法 其实是双重火定 但这个双重火定的用意啊 因为这里面含有一丝 在文字上 无浊跟世青菩萨 有一丝的感觉 让人感觉有点肯定的味道 其实 就是要看你怎么解释的 他讲 我刚才讲说 非法者一切法无体相故 火定了 非非法者 必真如无我相 实有故 真实有故 那这里变成有一点肯定的意思 实有故 这事情不知道 但我的意思是怎么样 非法 所有法 是 佛说无定法 所有法 都非法 都不真实法 乃至非非法 连非法 亦非 但我当年讲说 讲非非法 并不是要肯定有一个 不是负负的真 其实我不要讲负负的真 其实中论的意思叫做 有不可得 无亦不可得 连无亦不可得 为什么 如果你说有不可得 但有无可得 有无可得 其实当无有可得 这个无是不是有一个定法 但前面已经讲说 无有定法 所以 法不可得 连非法 亦不可得 如果 我为什么 这个观念 为什么我在这里一直在抢中讲 假如我们说 一切法是假的 我们要把它空掉 我们要把它空掉 这时候会掉入一个 有空法的 有空法的 那这个就会变成说 我当如有空法可得的时候 表示什么 有有法可得 其实逻辑会是这样 我们也许有的 比较不容易听懂 不过我相信在座有的人 可以听懂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 学法是学到什么 我要把它关空 所以我之所以正的空 是把原来有的东西给它否定了 叫关空 其实这种关空是错的 我把 我这个说 我当我要成就关空的意思 代表我必须要肯定它有 这个有的存在 让我否定了才叫空 所以你会有空一边 空的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 大家注意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因为我们很多修行 叫狗咬一拔 绕来绕去都没绕出来 所以当我要正空 我们现在修行 要关空 关什么空 把原来有的火定 然后我就正空 所以我就取另外有一个空 才叫清净 对不对 空叫清净 油是颠堂 但没想到 你的空要成为空 竟然要靠油 为什么 如果没有油让你火定 你的空还真跑不出来 所以你的空是相依性 所以你的空是不是真空 不是真空 你的空是相对待的颠倒 执着断面 先有后无 这叫断面 那我们的观空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的观空有没有火定什么东西 没有 我们的观空没有火定任何东西 所以我告诉你 修空观的人有没有要火定什么东西 没有 他只是看出原来他本空 观空的意思是什么 观空不是要火定东西 观空充其量只是火定那一个你本来就不存在的颠倒 知道吗 我们诸法没有稳定 没有自信 没有直足体 但众生在这里望中生有 所以我要空的并不是把那个东西油拿掉 那他本来就不能 油了 也就是说 你梦中有很多环脑 你要不要把梦中环脑处理掉才醒来 你梦中很多垃圾 要不要清理完才出来 不要 其实梦中的垃圾 有没有真垃圾 没有 所以你梦中的垃圾最好的清理怎么样 就知道盐无垃圾 知道梦中垃圾石灰真垃圾 这才最清净 那梦中有垃圾一直清清到最后 都清到最后 还有一个垃圾 什么垃圾 上把 还有那个扫地的那一个笨蛋 当个最大垃圾 梦中的小垃圾 不是真垃圾 梦中那个笨人在那扫地 那个是大垃圾 为什么 就是认假作真 所以修行不是要真的把那些东西扫掉 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就假的 所以空是什么 空没有空任何东西 因为诸法本来空 只是空你的颠倒 把你的颠倒 就是说的极尽涅盘 他没有让你活定任何东西 他只要你清楚 原来的执着 从来没有真的执着过 所以佛法叫你放下 其实真正放是什么 放那个从来你都没有拿过的东西 所以有没有真方法 没有 你知道吗 佛法要你放下是放下 就放下你的颠倒而已 你说放下好辛苦 这是我的 不是 从来都不是你的 你所拥有的这只往下而已 你梦中抽到乐破 你好高兴 你玩了邀请 你要陪我 我梦中那一一一一都被你摇光了 我叫你放下 是放那个从来你没有拥有过的 所以我要你关空 并不是要否定什么东西 如果你的关空是要靠否定某些存在的东西 你的空必须老是靠着有 听懂没有 你的空必须老是靠着有才能空 你的 你站在右边要否定左边的时候 你必须 你不能完全把左边拿掉 为什么 你要肯定右边的时候 一定要把左边带着 所以当你不断在否定左边的时候 其实就是不断在肯定左边 为什么 不肯定左边就没有右边 就没办法站在右边肯定左边 懂吗 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正常 不过我刚才这个观念 因为我交了很多人 这样绕绕绕 有的人到最后你才知道 我不是在玩人事游戏 而是我们必须要让我们之间亲近 我们经常想要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并不清楚你在否定他 其实你是抓着他 我告诉你真正要超越他的时候 就要看清楚他 否则你这一生再怎么修都会重复循环 这叫轮回 就再怎么用功 我不是讲说我修了二十年三十年 我跑了老半天 然后我想说烦恼应该离我很远 那我偷偷回头一看 一回头就撞到 我的烦恼 我的魔障 他的鼻子就马上碰我的鼻子 我就问他说 你不要跑那么快好不好 我辛苦了二三十年 你稍微慢一点 我们拉开一点距离好不好 对方讲说 不是我跑很快 是你拉着我不放 你也听懂我的话 修界定会 那希望灭贪嗔痴 结果修了二三十年回头 我贪嗔痴竟然还在后头 他说 我怎么修了几十年都没感应 贪嗔痴是什么是跟着我 贪嗔痴是说 不是我跟着你 我虽然是魔 我也没那么有空经常跟着你 是你老是牵着魔在跑 你修的戒定会 你修的戒定会 不是放下执着 是执着有戒定会 你执着有一个持戒的五蕴 执着有一个修定的五蕴 执着有一个修会的五蕴 但我告诉你 五蕴就是魔 叫五蕴魔 你持戒 本来是要放下五蕴的执着 你本来会执着五蕴 然后伤害众臣 所以你先承认的持戒是放下五蕴 修定修会都是放下五蕴 但你在修戒定会的时候 反而增长五蕴执着 所以变成说 边修边带 走了几十年都把烦恼带在旁边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久修无功 修了老半天一直不敢应 为什么 你看不到你在执着的地方 你非法竟然还有一个非非法 我这个法我敢非掉 你竟然还有一个非掉的法 我讲非法 非非法 对 法皆不可得 所以我们皆不可得 非不可说非法 因为所有的案例 因为我们必须要将这个观念 通透到一切地方 我有看到世间一切无非是什么 颠倒妄想 不但是苦疾 我们世间的法非 连非非非法亦非 那我们这样讲说 我们是这样非就好了 不是 我们讲的非法 非非法 并不是要你一味的否定 不是要你一味否定 一直跑 不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我们讲非非法 是告诉你 不要再颠倒出肯定 但我在跟你讲 不要再颠倒出肯定的时候 并不是要肯定一个否定 你知道吗 听到 因为有些人到最干脆用否定 当作生活态度 反正什么都不管 结果其实他选择的一个态度 就是什么都不管 即使觉悟者是 觉悟者是不值 但可以管不管 只要我不迷 我也可以是小孩子 我也可以是大人 我也可以演戏 但我不会被戏所迷 所以活法 活不上到最后 为什么能神通变化无穷 为什么 本来 我们有好恶之分 要是坏的我们就讨厌 好的我们就会执着 还有我们执着我们固定的态度 所以我们神通不会变化 就是说我们扮演一个角色 扮演的这个角色 我们就无法改变另外一个角色 但佛菩萨不是 本来这里面有好有坏 后来发觉好坏不定 不定法 好坏不定 这时候你就发觉 世间人用坏的方法 坏的东西会让人家自作 菩萨必然说 用坏的方法能让人家觉悟 是不是 他会 比如说 这个人 我鼓励他修界定会 他要修不修 好 我就献贪生痴 献苦恼相 献堕地狱相 他那时候反而会学 所以恶法对一个解脱者 恶非恶 就是因缘法 看我怎么用 所以有时候 这个就开放我们的身心态度 就是说 包括你现在处在逆境 请问是不是真逆境 对一个执着的逆境是逆境 对一个有智慧逆境会是顺境 当我们看到顺境的时候 我们会被挨择 因为顺境可能会被逆境 法无定法 定法非法 所以我们对世间的那个僵硬固定固执的态度 会因为你知道法是带原生的 我们对他的看法会开放出来 所以你本身会对自己的心思给开放出来 这个开放其实就是改变命运的最关键的地方 什么叫命运 执着 执着才有命运 不执着的人 没有固定的命运 对一个能了知世间相应待的无固定法 无定法的人 命就定不出来了 所以我会跟你讲说 假如你学我一二十年三四十年 算命还算得很准 找个墙壁撞 为什么 习气没改才会算得那么准 以前看蛋糕流口水 现在看也没差几秒照流 没改变 以前爱就爱恨就恨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让你群细动 我就献可爱静你就贪 我献可恨静我就你撑 所以你说你是自由人 没有 你是不自由人 我随净便利就软 但一个自由人看 所谓爱则非真爱 是相依待爱 如果他是可爱静我才会爱 如果你献出可爱静对来来讲不可爱 我不会爱 你献出可恨性来来 你献出可恨静不可爱静我就会撑 可是当我看不可爱静 不是真不可爱的时候 我的声就跑不出 所以你想要牵动我的心 门都没有 因为你的价值观影响不了我 你用假象迷惑不了我 因为我能看出他的真相 所以我们人之所谓忙碌 为什么不自在 喜气太重 把事情看得太相应 对 错 好 坏 有 无 上 下 大 小 你能继续到 对 无言无故 这个东西大就大 小就小 其实大有没有一定大 小有没有一定小 其实没有一定大 那是看条件 所以我跟人家说 请问这个辈子大还是小 你应该不能回答 因为我没跟你讲标准 你怎么可以讲大 如果我待会打一个桶子来 这个小的 可是正常一般 我们都认为他大 对不对 可是我没有跟你讲标准 你不能随便打 那我们为什么随便打 因为你轻易把你的标准放在来 你说这个大还是小 大 我这一个是准备给十个人喝的 他太小 那你刚才为什么讲大 我以为你一个人喝 你怎么以为 我又没有跟你讲 你看 自己就妄加加上标准 然后就立出大小 都没有看清楚 所以说 我说这个大小 若以我的杯子那是大 那若以这个为小 是大是小 看条件 你就不会被将在那 为什么 一切法相依待 没有自信 就是无定法的意思 你唯有从这个角度看世界 你才会从你的习性里面解放出来 所以让你不自由的不是别人 是你的习气 是你的那种愚痴颠倒 把东西错看看似的 才让你很僵硬 知道吗 所以则和 一切贤圣皆以无违法而有差别 不是有违法 有违法无自信 是从无违法的体证当中 所以从体证当中献出一个贤圣的不同 你看 所以从我们放下多少来论贤圣 而不是从我们执着多少来论贤圣 我们是从无违法 从体证当中 换句话说 解脱者一个人的境界 在已不是我拥有很多 包括 你看 我们现在来讲 我们用这个道理 稍微 变化一下 什么叫富有 什么叫富有 我们现在来的富有 都是拥有钱 更多的是富有 对不对 是不是 其实这个富有 也可以再相对来讲 对同样执着的人 他是富有 但真正的富有是什么 因为你富有 其实你的富有是有标准 一个人的富有 我们看啊 就像我们小时候 我常举这个例子 小时候我们那个 家里跟隔壁经常 我们门也没在关 我最常记得就是 我们傍晚吃饭吃一吃 有时候带着碗带着饭 就跑到人家家里去夹菜 别的家孩子有没有吃一吃 也不知道就吃到我们家里来就夹 也没关系 大家也不在乎那几个 对不对 因为我们家没有围墙 别的家也没有围墙 所以你家是我家 我家是你家 对不对 你看啊 我们很多人 游有财富以后 其实失去很多 失去一个自由 对不对 因为我要守护财富 我要守护很多东西 所以为什么布施也是福报 因为布施舍贪 布施为什么有功德 因为他舍贪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财富 对 他因为他在乎这个单面的财富 结果这个财富让他心塞住了 换句话我将举一个例子 当底片跟镜子哪个功德大 底片只能拍一张 我的 结果下一张就不进来 但镜子是没有拥有任何东西 但镜子可以反映所有的影响 所以当我们拥有财富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也被塞了 当你拥有更多的时候 你的心其实是被他所输入的 所以真正的福德 我会常举一个例子 佛功德很大 对不对 他拥有很大的福慧二执尊 那请问 佛在哪些银行开账号 那照这样的话 佛的账户那个布置要很长 因为那灵要很多 因为那福报很大 累结修 灵灵灵灵灵灵灵 那阿难别的每次做光存钱 他就我受不了了 因为很多人供养佛陀 那佛陀光仓库就要很多 因为每个人都是用尽身 如须尼山那怎么塞啊 结果果是以无所得 成就无三无天 有所得就有所限 所以圣贤的境界是来自以智慧观照 从一切不灭法 不再生灭颠倒的时候 来论出境界高地 所以以智慧论高地 而不是以德质来论高地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说 你的福报大在哪里 你现在很多人的福报就是 在比我福报比你大 换句话就是我直走比你多 其实就是这句话不是吗 那为什么有的人说 我福报比你差 我没有 其实他因为他没有 是因为他执着其他的 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 但因为我需要 我需要拿不到 所以叫贫穷 那富贵人是我需要 我拥有 那最富贵的人是怎么样 我不需要 我什么都不需要 所以我不拥有 我也不需要 我不执着虚妄法 对小孩子来讲 因为他需要 所以他要拥有 他一旦他需要 而不拥有 他就有贫穷感 但问题如果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拥有 我不需要任何负担 这个才是最大富贵 那个虚爱经就是这样讲 因为他是全国最穷 但他所得的感应是最殊胜 为什么 穷是穷在你需要 你的贪欲心让你穷 若你无所贪着 其实你不穷 所以佛已了达 一切世间法为心所造 所以佛拥有一切时间 他无过爱 他不是拥有 因为他了然 所以我们现在讲说 我拥有很多 其实应该讲说我拥有很多 那有的人是 我不拥有很多 我拥有很多 其实因为他拥有很多 因为他拥有很多 他就我刚才讲的 贫穷的人 他没有拥有很多 但他拥有很多烦恼 那富贵人他拥有很多 其实拥有的只是另外一个执着 其实会让你不足 都因为执着 所以真正的不会拒二主尊 是怎么样 反而是一无违法 所以活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个道理 其实我们会让我们的生命意义 开放出来 我们不会再以名跟利来定位 我们的存在价值 我们会从哪 所以说我们的生命意义在哪里 我们生命意义在哪里 我们稍微单个一点时间 之前有一位 我们的高中生同学来讲 他说他很会读书 但他会 他在疑惑说我为什么要读书 我说这个例子 我之前也有一个学生 后来他出家了 他来问我 他妈妈带他来 因为他成绩也非常好 他问我 就是说他不想读书 他妈妈带来都不想读书 我说你很有智慧 不过差我一点 因为我当初就问什么 我为什么活着 因为如果不知道活着 我们都活得莫名其妙 因为我心里面也活着 我活了几十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好 那我们现在要知道 我们真正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东西 我们网球生命其实更加舒服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生命 其实在我定位来讲 我这一生的最大意义就是 利用这个有违颠倒的生命 让我了解真生命意义 那不但了解 而不是在执着 是要超越这个轮回的生命 所以我生命意义 我不在字幕去论我要不要读书 我要不要做事 我要论一下我如何存在 我这个存在意义 我必须很清楚 我来真正的存在 那我不但知道上 我不会掉在这个存在当中 继续追寻 是不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但在追逐很多东西 但这个东西只是增加你更多的负担 所以你如果从根源去问 人的生命因何存在 那我才能呼应这个生命的本质 从这里面提升生命本质 对不对 或者的话 我不断在追求相应待的 相对的幸福 但这个相对幸福 让我付出很多代价 到最后也得不到 是不是 所以我认为我的意义在哪里 我利用这个有违生命 寻求觉悟 这就是我生命意义 我不但自觉 觉它 我还要觉醒圆满 这就是我的生命意 否则的话 我做很多的不断追求 其实只是重复再重复 这叫沦摸 好 我们今天到此 见何者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莫大 阿弥陀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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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